这个就是康安尔对吧 他自己发明的 ABC第五个点 为什么一点是在E点 他买早了是不会启动的 你在C点买能启动吗 你在B点买 好像看着能启动 但是我告诉你 失败的案例还有很多 那你在A点吗 一买就被套 对吧 你买早了 不会赚 买晚了 就赚不了了 追高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E就是我们属于什么 叫设计的点位 就是我说的 那个老虎 他潜伏了半天 对吧 就到了离羊 非常近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是属于那个设计点 来我给大家去讲一下 首先你会觉得说 好我们先看一下ABC第五个点 A点的话就是一个追高的点 对吧 因为已经涨了一波了 这人呢有了一种新手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呢 他就会在A点买 对吧 那你要在A点买的话 之前已经有人赚钱 那么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就会第一时间卖掉 就会有很大的抛压卖盘 卖盘抛压大的话呢 股价就会下跌 对不对 所以在A点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前面有很多的获利盘 他来调到B点 B点那不就是 这个获利的人 是不是丢盘子呀 抛压完了以后 股价是不是就下跌呀 对吧 股价下跌到B点 那么B点这个地方 应该有很多套老盘的 对不对 因为有人在A点追高了嘛 A点追高进去的人 在B点都是被套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B点为什么会下雷呀 就是前面第一波 很多人抛压 所以造成了什么呀 B点的下跌 对吧 那有些人说 那B点是不是很好的买点呢 你看啊 好像这么看上去的话 B点呢 比E点还要更低 对不对 看着能够赚更多 但是啊 它未必起 为什么 你自己为什么 未必能够找到 这个最低点 第二个呢 就是你买了以后 它未必涨得快 为什么呢 你想想 这个B点 是不是有很多套老盘呀 是不是在A点 追高的人 被套了呀 有很多套老盘 如果有很多套老盘的时候啊 只要后面股价一起的话 这些套老盘就会抛啊 我在A点被套了 那你B点往上起的话 是不是就会给我 抛掉了一个机会呀 就算是个大底 它也不会那么多 对不对 因为抛压盘太多啊 抛压盘太多 庄家是怎么去拉伸股价的 我们之前给他讲过啊 庄家拉伸股票之前 都会把所有的套老盘 所有的亏损筹码 全部给他洗掉 因为不洗掉的话呢 庄家拉伸的时候 会对他形成抛压 形成抛压的话 它就会 就会影响 它的拉伸质量啊 是不是意思啊 所以B点这个地方啊 它有很多套老盘 那么它往上 往C这个地方涨的时候呢 它会形成抛压 这些抛压的话 是不是对价格形成阻力啊 对不对 会对价格形成阻力啊 而且 它一满到C点 就会抛掉了啊 因为C点的话 跟A点的位置差不多 它可以高一点 可以低一点啊 但是理应上来讲的话呢 到C点的话 是不是就把A点 追进去的人 这些套老盘 是不是给他解套了呀 解套了以后 股价是不是又下跌啊 那么 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啊 你B点到C点 赚不了多少 对不对 而且海奇心间打战 对吧 是沉压 沉负重前行呢 负了一些重啊 负了一些套老盘的重 叫负重前行 所以啊 B点可不可以做啊 可以做 但是 它大涨的概率 就是很低的 然后到C点啊 C点的话呢 我们刚说了 它下跌是因为什么 它是呢 因为在A点的人解套了 A点进去的人解套了 他是不到C点就得解套了呀 对吧 所以C会下跌 D的这个位置啊 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呀 C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 获利盘已经卖掉了啊 A点的时候 在前一波获利盘卖掉了 那么到D点的时候 那么B点的套老盘也卖掉了 是不是啊 套老盘也卖掉了 或者是卖了一些 没有完全卖掉啊 有些人还会贪嘛 还会卖掉啊 还还不会卖 所以然后再来一波第二 C到D点 就把剩下的一些套老盘 也给它洗出来 不然你还不卖 不卖我就跌 没卖出来的套老盘 它这低点也会卖掉 但是因为呢 在C点已经大部分的套老盘 都卖出来了 所以呢 它不需要跌太深 跌一点的就好了 消化剩下的那些什么呀 套老盘 A点的话叫做什么呀 既没有套老盘 又没有获利盘 所以 它没有上涨的一个抛压 股票就更容易 在这个地方涨了 要不要在D点买了 D点们该D 跟E点买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一个启动点 其实D到E点的这个地方 盖子里边再起来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 你都只有这么点的距离呀 对吧 你再一点买的就更好啊 没有任何的什么呀 抛压了啊 这个啊 我们去找找啊 ABCDE 你看吧 这个啊 首先是不是也是一个 清代转红的位置啊 对吧 上了一波 然后呢 掉进来啊 掉进来 然后再往上走啊 它这个呢 稍微长一点点 它有短力又长的啊 然后到一点 对吧 它这个D点 肯定是高过B点的吧 对不对 嗯 到B点啊 然后呢 直接到这边一点啊 到一点起来 一点是放尿的啊 有放尿的 那当然也是有装甲了 对吧 我们在昨天选谷的时候啊 定性叫做对的事情里面 就已经讲过啊 要有装甲了 对吧 并且呢 现在这个地方就出现 装甲是更好的 啊 这个也是一样 对吧 这个腰带啊 油清转红 然后呢 有A点 对吧 A点 然后呢 B点下来以后 到C点结套了 再下来一下到D点 然后呢 一点就是你最佳的 一个什么进查时期啊